Iguodala 開賣啦 在去年季游賽結束後呢 勇士隊沒有辦法拿下最後的總冠軍 所以可想而知呢 在Kevin Durant離開以後呢 勇士隊必須要做出一些真正明顯的改變 那為了清開空間呢 讓D'Angelo Russell有足夠的薪資空間 這個荊州勇士呢 也把手上呢 1700萬的Andre Iguodala給交易走了 換到了灰熊隊呢 加著一個Protected 就是保護的第一輪的選秀 換來了Julian Washburn Julian Washburn在勇士隊會有任何的作為嗎 不會 那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作為呢 讓這個勇士隊可以Sign and Trade 拿到了D'Angelo Russell 可是 到了灰熊隊的Andre Iguodala 有任何灰熊的價值嗎 你看到灰熊在今年的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跟交易市場裡面 是大刀闊斧 把薪資比較高的這些人 像Marcus O 在球季還沒結束之前 已經交換走了 那他又把交換過來 D'Angelo Wright 也一併的交給了達拉斯獨行俠隊 那再加上其他的這些 比較有經驗的老將 像Mike Conley Jr. 也直接換去 由他爵士隊弄來了一些 我覺得可能Jay Crowder是不錯 Kyle Corvo也送走了 所以以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看起來灰熊隊 有他31歲的總經理 是要大刀闊斧的 完全改變這個球隊未來的一些陣容 以及眼觀非常遠的未來 希望未來可以有一個競爭冠軍的陣容 那在這樣子一個陣容裡面 Andre Iguodala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呢 1700萬的薪水 他是目前灰熊隊薪水最高的人 那有的人就說了 Iguodala可能會直接被wave掉 可是看起來 這個Kleeman他沒有想把他wave掉的想法 他想做球員市場的交易 那Iguodala他在市場裡面有什麼價值呢 火箭隊好像要他耶 獨行俠對他也有興趣 丹佛金塊隊對他也有興趣 洛杉磯胡人隊對他也有興趣 洛杉磯快艇對他也有興趣 為什麼這麼對大家有興趣啊 他是例行賽只能得5.7分的一個人耶 例行賽5.7分 可是季後賽呢 因為到了季後賽 Iguodala基本上就是 荊州勇士在過去五年裡面呢 最重要的防守人物 在今年的球季裡面呢 更不用說 在第一輪 他死守Lou Williams 第二輪 James Harden 冠軍賽系列 他完全要擋住這個Kleeman 這個三個人在他的看守之下呢 命中率只有37.6%而已 所以 Andre Iguodala 15年的季後冠軍賽MVP 到了季後賽的時候 他絕對是荊州勇士最需要 而且可以依賴的這個人 那我們剛講這個六球隊很明顯的 像丹佛金快隊 他之前就打過 現在以Yokic為主 可是到了季後賽 他真的小前鋒 甚至123號的Stopper到底是誰 是Jamal Murray嗎 是Gary Harris嗎 這些人看起來好像 在防守面都沒有辦法真正的 有季後賽這樣子的功能跟能力 那休斯頓火箭隊呢 看起來 他現在有Russell Westbrook 和James Harden 可是他的後場的Stopper 到底是誰 看起來也是沒有的 所以對這兩個球隊 在季後賽要所作為的話 的確他是非常關鍵的 那獨行俠隊 我不認為是冠軍賽 有希望的球隊 可是他也在Mark Cuban的IQ之下 知道Iguodala的價值在哪裡 可是更重要的是 胡仁跟快艇這兩個球隊 他們會不會交易到Andre Iguodala 你可以想像一個球隊 Patrick Beverly 防守控球後衛 Cole and Leonard 防守對方2號 Paul George防守對方3號 Iguodala防守對方10號 這個是什麼防守陣容啊 這個是可能NBA 有史以來最可怕的防守陣容 那如果他到了胡仁好了 Iguodala守1、2號 Danny Green守1、2號 LeBron Anthony Davis 再加上Traville McGee 再進去火鍋 這個是可想多麼可怕的防守陣容 而且在胡仁需要控球後衛的情況之下 Iguodala有的時候還可以打控球前鋒 所以Iguodala的價值的確是非常的高 可是我們看看剛剛這些球隊裡面 我們剛剛講完的 誰有真正的籌碼 可以跟灰熊隊 來交易這1720萬的空間嗎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球隊的 火箭隊已經完全是over the ceiling 那他在名單裡面 他願意拿出誰來交易 Eric Gordon 嗎 他願意放棄Eric Gordon 我不認為 快艇隊可以拿誰出來交易 他沒有什麼年輕的新秀 因為聽說灰熊隊要交易走Iguodala的話 他希望在交易裡面 有first round traffic 那胡仁跟快艇 基本上在拿到這個Paul George 以及Anthony Davis的過程當中 已經把自己的第一輪的選秀權全部清空了 年輕的選手也清得差不多了 所以這不是灰熊隊想要的 所以看起來想要Iguodala 都是這一些可能有競爭冠軍機會的球隊 可是他們手上的籌碼 因為已經組成了無敵艦隊 所以他沒有什麼籌碼了 所以這形成還蠻奇特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Iguodala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在灰熊隊的陣容裡移動的原因是 第一他們不想讓他直接wave掉 所以他們想拿些價值回來 可是對這些有交易價值的球隊 有機會因為Iguodala的服務 而拿下總冠軍的球隊 手上沒有籌碼來跟灰熊隊交易 而造成現在Iguodala繼續留在灰熊 會不會留久留成籌呢 有可能 因為Iguodala的合約 也大概在這一年就要到期了 在這年到期了以後 他拿不到任何任何的價值 所以現在誰願意去買 誰願意去交換這1720萬的薪資空間 對灰熊隊來說絕對是一門 他必須要去修的功課 因為如果雙手空空 什麼都沒有交易回來 今年球季結束以後 對灰熊隊來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那對他們來說 配一年今年的1720萬 而且灰熊隊是沒有任何 看起來有問頂西區的總冠軍 的可能性的狀況之下 這個薪資是不是稍微過高了一點 而且以灰熊隊現在想做的 他不想在聯盟的中半端 他想把自己成到聯盟的後半端去 他這樣子在選秀會裡面 才有自己選秀權 會達到比較好的選秀的機會 在聯盟裡面大家要看清楚一件事情 最前面要贏冠軍的是一段班 中間這段班 是在選秀會裡面 撈不到太好真正的有價值 而且看起來就是具有 極大天分的球員 可是呢又他成不到底 他又沒有辦法問你冠軍 所以長期層層層層 在這個中段班之間的球隊 看起來都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的 輝熊隊絕對要避免這件事情 如果他今天有Iguodala 而且他全力要打的話 搞不好他又在第11、第12名 第9名左右 那這樣子對他們來說 絕對是不是一件好事 OK 以上就是我對Iguodala 他的價值在市場裡面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呢 沒有任何人願意跟他做交易 開這一槍 也沒有看到輝熊隊 願意做出任何把他丟出去的想法 那重要的是 Iguodala什麼時候 才有可能會被買斷呢 球技在交易截止日之前 他有可能移動 因為這個是 聯盟可能到季後賽的時候 對他服務的價值 可能有更上一層樓的需求的時候 才會有更多明顯的買家出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